站在镜子面前自拍 却没想过一双双眼睛 正在黑暗处盯着你看 犹如网络世界存在的未知恶意 非法盗用个资 或将个人隐私当作威胁的工具 这正是当今儿少使用网络时 常碰到的问题 俄夫联盟举办的擅长调频的 泡芙同学特展 以倡议星球为主题 探讨儿少的网络安全 霸凌心理健康等问题 将亲子调为同个频率 一同来了解儿少世界 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是边看边检讨 我相信市长也一样 我刚刚在跟警长讲 我们有多久没有听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的心声 可能我们一两句话 到小孩长大都会觉得 以前爸爸就这样讲我 我现在也在回想 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讲过我什么 其实他真的还想 不管是鼓励的话 或者是责骂的话 其实会留在心里面很久 对 这表示说我们这次展览很成功啊 其实每次谈到儿童全力 觉得很生硬很遥远 但事实上他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也希望说 走进来的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可以得到 就是说其实应有的尊重 或者是其实我们说的调频 不用这么严肃 就是只要我们把频道调整好 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的心声 我们接受到孩子的心声 其实大人自然就知道要怎么样调整 这一次儿谋呢 就是想要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儿童全力 这件事情不是很遥不可及很生硬的 希望每个人走进来看到这个体验展 他就会有所感觉 其实大人都很想要听听孩子的心声 有时候只是把频道调好了 我们就会知道孩子其实可以在游戏里面成长 然后比如说他的隐私权我们也应该要尊重 还有我们留意我们所有的言语的 就是语言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有机会给孩子表达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乎孩子的身心的健康 希望他快乐的长大 这大概就是儿蒙这一次的展览的最重要的目的 事实上小朋友或小孩接触网路的时间 其实越来越长 那大概几件事情 社会局这里会跟教育局合作 有一些基本的网路安全跟网路知识 大概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因为时间一直不断的拉长 第二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像刚刚有跟指引长聊 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只是维护自己本身的安全 有的时候可能碍于同才的压力 我们可能不小心我们的小孩子 可能在网路上也许不是完全是被霸凌的对象 而是不小心因为同才的压力 变成了霸凌别人的其中之一 我想这个相互之间我们都会一起来留意 整场内还有能激发无限想象力的建构式玩具 让孩子能跳脱游戏的框架 自定游戏规则 另一头的文字压力仓 则形容言语伤害的重量 牵藏的杀伤力压迫至无法喘息 告诫着大人们对孩子的言语必须慎重而出 展览中间的大萤幕是孩子们的宣泄管道 将不敢收出口的话 透过虚拟人物传达 学习为自己发声 尔蒙在讨论在提上这个 大家注意反霸凌的这个议题 那大概每两个孩子 他们就会有涉入网络霸凌的事情 是被霸凌 就是他有时候也因为同才压力 需要就是去声援一下 成为一个霸凌者这样 要帮忙堆一下积木吗 打过来放 打过来放 孩子有孩子的意见 你看就是没有要听市长的 行程紧凑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特别抽空观展 走方体验五大展区的互动设计 立委王婉玉也到现场 与玩耍的小朋友互动 做了几次 看起来蛮有感触的 回去反省看看 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 我觉得那个沟通还是很重要 我发现现在 父母常常以他认为是对的东西 压在孩子身上 所以才出现那个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功课太多 那你都单向的输出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那不是他要的 就算不是他要 你怎么会说服他也是个问题 所以对啊 三分之一的儿童跟父母 放弃跟父母沟通 哇这实在是回去 自己要反省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在台湾推动 这个儿童权利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对这样子的儿童权利的公约 其实非常不了解 那我们看到儿福联盟 这次透过展览的部分 让更多人更有感觉的来 知道说我们到底要如何对待孩子 我觉得很好 比如说在谈到这个心理压力的部分 就用这样子的球来呈现说 其实光是语言 就可以造成大家很多的心理压力 不只是大人 其实小孩子更是敏感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些互动的装置 又或者是这样的展览 让大家更深刻的感受到 孩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又或者是他们前面 其实有呈现了非常多年来的 这个调查的结果 知道孩子的心理怎么想的 我觉得都很有助于大人 更加了解孩子 那我觉得唯有大人 开始了解孩子之后 才有办法尊重孩子 跟孩子达到良好的互动 而我也一直相信的是 一个快乐的孩子 才有可能长成一个快乐的大人 我们才有可能 一起来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我其实很支持 有这样子的展览 而且也很支持儿福联盟 这几年来一直大力地 推动了各种权益的部分 一系列的儿哨一体星球 带领大小朋友 认识儿哨有可能面临的问题 家长透过直面审视 层层对评之下 理解与辨识孩子语言 回应需求 期盼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庇护 与安全成长的环境 记者温峻台北报导 那我们就请大家看往前 看我们的媒体 谢谢市长来我们 擅长调评的靠谱同学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